通往路骨西头的客运 由于是在台中发车 往往到了草屯中心后 已无座位可坐 因县内许多长者相当困扰 议员赖燕雪特地在日前的县民时间 与民众一起到县府曾经反应 带着南投市的市民来跟我们的县长请托 因为南投很多的一个长辈要到我们的西头爬山 但是碍于有乘车卡无法上车 我们没有公车可以坐也没办法上山 所以针对这一点也希望县政府能够提出魄力 及早的解决 因为他们是从台中发车的 所以到草屯他们就满了 其实到我们这边来 到我们要坐的这些沿路的路线 这些站牌 这些老人家没有办法上车 他们上了车根本没有位置坐 甚至有的司机比较好心的话 可能就是让他们坐在楼梯间 可是那里还是很危险 所以我们的诉求就是我们要钻车 对于许多长者来说 到西头登山践行是相当好的运动 尤其西头有丰富的负离子 对于长者的健康有很大的注意 因此期盼通往西头的班车能够顺利解决 以前还没有那个还没有组这个团的时候 以前都是从台中发车发到我们南头都上不去 所以就有时候就回来 然后自己开车上去 所以从台中发车那班次是很多 但是到南头到我们中间进村都没有位置上去 都没有位置坐 这是西头真的 像今天副离子是5200 对一些老人身体健康慢性病都很有帮助 像我有山高 你看我去爬山两年多了 现在都不用吃药 都好 目前暂时疏解乘车问题的彰化客运加班车 在8月底也即将停死 造成民众困扰 议员期盼县府相关单位 针对路权公车 红牌游览车是否能承载 多方面一并解决 让长者免除无车可搭的担忧 一年多来我们这些老人家在这里得到了快乐跟健康 那他们很怕说再来月底以后 就没有这班专车可以去到西头 该怎么办 尤其是张克的通知我们到月底 就没办法有公车可以坐往西头 所以大家非常的恐慌 希望说县政府针对我们的路权 还有我们公车的部分 以及我们的红牌游览车 是不是能够载我们的长辈上山 这几方面希望县政府责成相关单位 能够一起讨论一并解决 让我们的长辈能够有车可以坐 我想长辈健康就可以减少我们的医疗资源的一个付出 我们的家庭能够更和谐更安乐 针对这项澄清 县府也表示将邀及相关业者 共同协调与讨论 期盼在县府的积极处理之下 未来的新制度能够更顺畅 更符合民意 也让县内长者能平平安安出门 安安全全回家 民意新闻林佳慧 南投采访报道